那我再問一下 你現在看回去 你覺得你嫁對人嗎? 我沒有誠實告訴我是對與錯 我只能告訴你就是說 我覺得我嫁給一個適合自己的人 那過日子的階段呢 跟談戀愛不一樣 談戀愛你們各自有各自的家 所以你們Date night以後啊 他把你送回家 然後你會有那種 一個禮拜不見面 到週末才見面那種新鮮感 結了婚以後 你們是天天見面 從早到晚 所有的習慣 不管是好習慣還是不好的習慣 都沒有地方躲 都沒有地方隱藏 完全是暴露在陽光下 然後你要懂得怎麼包容 然後你要懂得怎麼還是試圖的 找回那個戀愛的感覺 Melody她有很多身份 媽媽、太太、歌手 現在竟然是暢銷出的作家 她出了一本書 我覺得跟我們大家很有關係 因為我本人看的是非常有感觸 叫做誰說一百分的你才是最好的自己 20歲的自己 我們都有點小小的迷茫 30歲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找尋自己 可是還是有一點找不到自己的狀態 我們現在就來歡迎時尚媽咪Melody 來好好的聊一下 那這本書我其實我看到最大的感受是 怎麼樣跟自己過得去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很努力的人 在這個過程之中 各種彼此自己的狀況啊 其實在周遭朋友都很常發生 直接來問一下問題 是可以 喔對了我要跟你講了 就是我老公很榮幸也姓吳 所以我看你的書裡面講了很多你老公吳先生的故事之後 其實我意下很失 因為其實我在家中是吳先生的角色 真的啊 對 你是白目王子嗎 我是白目太太 真的嗎 對 因為他激怒你的點 我也會這樣跟我老公講 真的啊 對 就是會講出一些很奇怪 就是完全不搭嘎我們現在講的話 像水蜜桃 你只要把它換成酪梨 就是我們家真實發生的故事 哇 那我真的很同情你們家吳先生 對 因為你知道我們家吳先生為了水蜜桃這個事情 就是我的書裡面有寫 就是他說 這個水蜜桃太硬太軟太熟太深 我想說 欸 我整天這麼忙 我要幫大家準備 你們每一個人喜歡不同的水果不同的料理 誰問過我喜歡什麼 我喜歡什麼 我喜歡什麼樣的水蜜桃 你們知道嗎 嗯 我也不知道我老公喜歡什麼 所以我想要 問Melody說 結婚之後認清什麼事情 會讓我們比較好過一點 結婚之後要認清一個事情 就是你的快樂 要駕馭在你自己身上 你不要把這個快樂的責任 推卸給你的另一半 這樣子造成他們的壓力太大了 比如說結婚walk down the aisle 然後我們覺得說 喔這個爸爸要託付他女兒一生的幸福 給這個下一個男人 我們為什麼要託付我們的幸福給別人啊 幸福是自己掌控的 這個事情一定要認清 不要認為說 結婚就是童話故事的Part2 其實它不是 它是真實人生的開始 喔認同認同 所以我婚後 婚前婚後都很一致啊 都是一個豬隊友 所以Be consistent 持之以恆 你的意思是 是嗎 就是婚前你就是一個豬隊友 婚後你也是一個豬隊友 對 前提是你要找到不介意的另外一半 你真的是吳先生 就是我的吳先生 他真的是這樣 他就會跟我講說 我沒有白目啊 我結婚之前就是這樣子啊 我沒有變過 是你變了 算了我們不要跟我的吳先生講好了 不然他會覺得說 欸怎麼會這樣 我發現有一點啊 我覺得像沒有理是 他是個性就是比較大剌剌 不要敢講話 很多女生 尤其是我父親的朋友 他明明心中有不開心 他就也不講出來 然後去吵架 變成是吵那個情緒 然後到時候就說 我男朋友我老公都不懂我 要怎麼樣跨過那個 好像有點拉不下面子說 其實我想要你今天陪我 而不是說我想要你心靈相通的 知道你今天要來陪我 因為我已經結婚十幾年了 你身邊的人可能都還是 前面新婚的階段對不對 前面幾年 所以呢還是會有這個磨合期 這個磨合期呢 就是雙方在拉扯 到底誰要先拉下臉說什麼事 那到了我這個階段 就是邁入第二個十年了 因為我明明結婚十三年了 你就會發覺說 欸你有什麼需求 你有什麼慾望或是想法 你就要踴躍的表達他 你要有這個勇氣說 嘿我現在需要休息 我說嘿我現在需要你帶我出去看電影 你或是嘿我現在需要你假裝浪漫 然後帶我出去date night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不講 對方怎麼會知道呢 他又不是你心裡的蟲 對不對 我覺得女孩子我們常常 給自己找很多麻煩 就是我們老師認為 他應該要了解我的期望 他應該要會閱讀我的肢體語言 他應該要看到我的眼睛 而知道我內心渴望 他真正想說什麼 但是你如果不講 他怎麼會知道對不對 那你不講 然後你一直等待他理解或他講 那你就等到聽話聽完 你還在等 可是你是不是年輕的時候不講 我也不講 然後我就很 喔很氣 然後常常發瘋 然後每次一吵架就會拖 就是那種十年前的事情 全部都一起講出來 因為你那些情緒 你都沒有處理過 所以你就會把它全部 再拖出來小一次 然後對方就會覺得你莫名其妙 為什麼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大不了的 但是你要把以前所有的事 喔原來是壓抑 所以像現在的我 完全不壓抑自己 我就是走一個做自己的路線 嗯 戀愛跟結婚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大家已經討論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可是如果讓你回去 剛跟吳先生戀愛的時候 你只要講一句話 跟自己講 你會給自己打什麼預防針 這問題非常複雜 因為這個要講很長 我覺得婚姻跟戀愛一定有不同 但是一個女孩子 當她還沒有步入婚姻的時候 你怎麼跟她講不同 她都沒有辦法理解 她就會說沒有我們真的很愛 然後婚姻就會是這個幸福的延伸 就會是這個愛情澎湃人心的延伸 這個 you know 霹靂火的延伸 但是其實婚姻 你慢慢的就是要了解 你是要步入過日子的階段 那過日子的階段呢 跟談戀愛不一樣 談戀愛你們各自有各自的家 所以你們Date night以後 她把你送回家 然後你會有那種 一個禮拜不見面 到週末才見面 那種新鮮感 結了婚以後 你們是天天見面 從早到晚 所有的習慣 不管是好習慣 還是不好的習慣 都沒有地方躲 都沒有地方隱藏 完全是暴露在陽光下 然後你要懂得怎麼包容 然後你要懂得怎麼還是 試圖的找回那個戀愛的感覺 很多人講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我不能說它是墳墓 但是結了婚之後呢 你一定會多一份親情 那有的時候這個親情呢 就會讓愛情稍微遮掩一些 所以你還是要找一種方式 把愛情維持住 如果是我要回想 我要怎麼跟當年 我要say I do的時候的我講 不要認為結婚未來的幾十年 就是戀愛的延伸 其實它更深一點 因為有親情 你有家庭 什麼什麼都有在進來 其實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找這個人就是要過之後的一輩子的 也是要經營 因為他的火花不會一直延續 Yes 你要降低你的期望 lower the expectation That way 你就不會失望 那我再問一下 你現在看回去 你覺得你嫁對人嗎 我沒有誠實告訴我是對與錯 我只能告訴你就是說 我覺得我嫁給一個適合自己的人 因為我覺得吳先生對我真的蠻包容的 因為有的時候我真的蠻討人厭的 雖然我覺得他很煩 但有的時候我也蠻討人厭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扯平了 我覺得我也是這樣子想 因為有人會跟我說 欸你怎麼找到我的吳先生怎麼會 就是這麼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你們沒有看到他討人厭的地方啊 因為你都幫他做形象啊 對啊 我真的其實是好老婆 是啊 因為你剪的影片 他只要出現一兩秒 然後他就演得好像乖乖派這樣子 對啊 他平常怎麼虐待我 你們看得到嗎 我不覺得他有虐待你 你不虐待他就已經不錯了 4月1號就拍這個奇怪的影片 這樣好嗎 大家看Melody已經其實看非常久了 一路以來各種的轉變啊 各種的新的突破啊 也可以看得出來你在工作上 非常的用心 然後是一個非常認真衝的人 在你一路衝衝衝的時候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讓你好像有一個覺醒說 算了 我這樣可以了 我這樣很好 我要舒舒服服的過 可能是有一天我睡覺起來 我突然想說 其實我的野心沒有這麼大 大家都覺得說 你的事業心很強 或是你很有目標 其實我沒有 我最大的資源就是吃喝玩樂 那我覺得 它是OK 我為什麼要覺得丟臉 承認我是喜歡吃喝玩樂 我就是喜歡吃喝玩樂 我覺得這是我人生最好的志向 那我覺得工作我很享受 那在這工作當中 我只要享受 就像我剛剛跟李克太太講了 我是一個非常奇妙的人 找我工作的 只要我喜歡的 我不問酬勞 我都會說好 可是找我工作的人 如果是我不喜歡的 付我多少錢 我會說我不要 很奇怪吧 是不是 因為我做是做快樂 嘖 其實這要有非常多的 自信跟認識自己的成分 才講得出來 因為有的時候 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樣 你應該也是吧 我不是我不是 你是你喜歡的才做 你不喜歡的 你也不會要做 好啦 是嗎 對不對 這個到某一個程度是 講白了就是取捨 我們剛剛講的是 比較好玩的包裝 那其實女人到某個程度 當你有家庭 你有事業 你兩邊都要兼顧的時候 你必須要做取捨 而這個取捨是很正常的 不要去糾結說 如果我沒有家庭 我就可以從事業 如果我現在不用接這個案子 那我就可以在家陪小孩 因為這種糾結 對女人的拉扯 是非常不公平的 尤其是guilty 會讓你很不舒服 對 因為這種叫mommy guilt 就是我們明明是女孩子 我們有夢想 我們有小孩了 但是我們還想要做出自己的一些夢想 或者達到自己想要的一些成就 那為什麼我需要feel guilty呢 因為我們要知道 同樣男人出去工作追夢想 他家裡有小孩 他也不會feel guilty啊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善待自己 就是我們不要把這個 所有的guilt啊 然後內疚啊 然後自責啊 都駕馭在自己身上 在你的能力範圍內 你喜歡追求什麼樣的夢想 做什麼樣的工作 你就把它分配好 像我一整天的時間 我是排得非常緊的 因為我家裡有兩個孩子 我還有一個無先生 我還有一個小狗coco 所以呢 需要我的人很多 那工作呢 也需要我的經理 所以呢 我就會分配好 那當然這個就是 這個期望值又要降低 因為你不可能擁有 所有的東西都是100分 100分的事業 100分的家庭 100分的友誼 100分的社交 不可能 所以有些東西 不需要做到100分 其實就已經是很美好的了 而且 如果你在工作上 這也是跟你講的 就是 在工作上 或是有新的啟發 或是開拓一個新的路 你會遇到一些挫折 或是一些不確切 這都是很美好的 這都是很珍貴的 真的 你以後 十年過後 你回想 你會覺得說 那幾年真的是 so fun 最重要 生活就是要fun 所以 現在 比如說大學啊 快要畢業 或剛畢業的人 聽完Melody的話之後 有沒有對未來 稍微 比較有一些想法了 你要找你熱愛的事情去做 其實不要限制自己 因為其實你在20歲 你想 你30歲會在做什麼 40歲在做什麼 可是往往你到了30歲 40歲 你都沒有做到你20歲想的那些事情 真的 所以you never know life 它會把你帶到哪裡去 那當然這是很熟悉的一段話 但是life is a journey 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一定要在每一個過程當中 認真地聆聽自己的心聲 你一定要很真摯地對待你自己 對待你的工作 對待你的身邊的人 你才能夠找出新的啟發 而這個新的啟發 才是生命真正的目的 因為這個會帶給你很多inspiration 然後很多hope 很多happiness 很多正能量 life is good you know doesn't matter where you are life is good 你要懂得怎麼樣去享受你的當下 因為未來發生什麼事你也不知道 就像我怎麼可能跟我大學的時候的自己說 你有天會當理科太太 對我10年之後會當理科太太 然後我會拍影片 對啊 誰知道 你也不是朝這個方向走嗎 完全跟這個方向是平行世界 沒有交錯的 所以往往你越想不到的事情 它越帶給你驚喜 而這個驚喜來了 我覺得你很棒的是 你懂得怎麼embrace它 你懂得怎麼樣去擁抱這個驚喜 然後你就把這個東西變成你自己的一個特色 嗯 我覺得很好嗎 還不錯還不錯 然後所以啊 不管男生女生 你現在20歲到30歲 甚至30歲之後 你就盡量學新的東西 想要做什麼就盡量去做 因為你如果不享受當下 你那件事情也很難做好 就像工作好了 你要是每天要死不活在做那份工作 它就會變成一份工作 你沒有辦法去玩你的工作 MAKE A CHANGE 如果不喜歡 不要抱怨 MAKE A CHANGE 欸誰知道我一個ABC在國外長大 突然間會在台灣國際生根 誰知道 可是我喜歡 嗯 其實我們剛剛講了很多事情 然後我也非常受到Melody的啟發 你有什麼想做的事情你就去衝吧 你看 你很快 你很快 你很快